LEO 聊事記 天行動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戰士吸引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HARAP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特色是步兵的攻擊速度非常之快 他的馬攻對步攻兵的增傷也比較多 這個流敵馬效果非常的奇特 所以現在的日本走步兵加上馬攻是比較常見的 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沒有三級馬鎧,沒有大漏馬,只有中裝騎士 後期可以考慮轉生旅 生旅稍微可以用,雖然沒有異端斜縮 或是走個大型箭塔,配上銀罐射箭孔 可以提升大型箭塔的箭矢數量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歇斯儀仁 歇斯儀仁的特色是他的農田科技 每點一次農田的落量都會翻倍 所以他到了後期,這個木頭省下來非常多 那歇斯儀仁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厲害的 有這個鎖織甲科技 可以增加一點的近戰防律跟兩點的遠防 讓他的坦度非常高 歇斯儀仁最大問題就是黃金化太多 後期騎士就爆不出來 而且也沒有大落馬可以轉 後期的攻兵路線也沒有拇指環 槍兵路線的話會有個問題 槍兵路線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就是不能成為阻力 那歇斯儀仁所有的陸地單位都有傷害減免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單出一個單位一直出兵 不怕對方的槍兵反制 因為對方要出的數量夠多 才能有效克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開局的地圖 地圖的部分附近的位置好像有點微妙 一個在後面 但這邊還是可以開TC的樣子 不知道能不能敲下去 感覺有點偏困難 因為這裡有點小小的高地 這邊的位置是處於高地的狀況 所以這邊黃金至少要插個城堡 或這個插個城堡會比較好一點 對於Hero來說 防禦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他是西西里仁 所以西西里仁的話 城樓可以考慮拿來防守就行 也不一定要插城堡 MBL這邊則是地形的環境比較舒服一點 兩個附近都在後方的位置 不在正前方 只有石頭在前面 感覺問題還好 而且主進位置也稍微微出去了一點 待會防守也問題不大 MBL地庭看起來是比Hero算好了一些 果子也在後面 這把對於Hero來說是壓力很大 兩邊的果子跟黃金位置是差不多的 墓區也是差不多 只有這個附近的位置 是Hero比較劣勢一點的 這個石頭也在前面 好西西林開局就有100石頭 只要不插塔 待會上城堡時代 就可以直接開4TC 但是也是要看封建時代 會有什麼樣的轉折 不一定衣商巨人開4TC 你要看對手給不給你農 目前MBL這邊是走了一個棒棒開局 看起來不是棒棒開喔 這邊並沒有第一時間敲好 這時間才敲已經算是很慢了 也有可能是肉馬開了 黃金這時候也沒有抄下去 Hero這邊升到了10代 那這邊是沒有投資部的 那MBL是慢了一村19P上 肉馬開局 那現在日本人的肉馬開局 會比較容易接續打法 也是因為現在的馬功非常厲害 所以先來點品種分動技術 待會城堡時代轉馬功CA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Hero這邊選擇了城樓守祖金 不為家 這樣防守壓力稍微小了一點 組織的位置就可以安心一些 那Hero這個文明 多100石頭有什麼效果呢 雖然城樓比一般的劍塔文明 更貴了一點50石頭 但是呢 他這裡還是可以不挖石頭 就可以蓋TC喔 這可以比別的文明更好 就是你插了一根劍塔 其他文明可能還要再挖個30石頭 才可以蓋TC 但是這邊吸吸引人 不用去挖石頭 就能補城堡時代的TC喔 所以這個效果 讓他在前期 可以更果斷的去插城樓去防守 然後這個城樓 最好是可以守到兩個支援點 是最好的 但是守住這個果池跟墓區啊 但是黃金如果守不住 可能也是很扎勵的事情 所以Hero選擇了守祖金 我覺得是相當正確的 其實有時候不用太去過於在意 一定要守到兩個支援點 你要守住自己最難守那個支援點 是最好的 那Hero這邊的黃金量 已經來到了快要400黃金 這裡收村 魂徽11村 MBL這邊肉馬抓得漂亮 好 司機蓋好買賣一波 買肉上去 MBL這邊十隻八片田了嘛 十四片田四個人吃過 好 MBL準備也要升十代了 Hero這邊透過買賣升級了上去 挖著金這麼多 MBL應該是有看到了 這裡要四級買賣上去 偵查到了 MBL這裡並沒有 算靠買賣嗎 這裡不賣石頭 好 那通常 落後的時候都會 想要靠買賣 趕快升上去 好 再連別樓 賣了200木頭 換了136塊的黃金 好 點下了十代 好 前期有四級 真的是很方便 很快就可以去升級到 好 但是時間差了大概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Hero出門了 這裡是西西里塔弓 來了嗎 西西里塔弓 Hero最近隨機到西西里的次數有點多 但一定要來看一下 因為西西里對大部分 也不是大部分喔 對於很多高手來說 都不是一個很好用的文明 我們來看一下世界冠軍喔 是怎麼使用西西里這個文明 好 造了五隻薩金特衛兵 出門就是蓋你 用城樓去蓋箭塔 那西西里的薩金特衛兵 是西地國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造建築物的 軍事單位喔 好 這邊插箭塔 確實有料 這裡趕快 補這個 TC 好 直接控你的主金 而且城堡是在開始 箭塔 會變成 兩發箭矢 速彈箭矢1 好 這是兩發 N加1的概念 好 直接插一根寶 插在你的臉上 插在我的農田 跟主金的臉上 好 這裡補下了石牆 好 這個城堡能蓋好 還是MBL 這邊要纏日本武士對砍呢 日本武士對砍 也蠻好的喔 打這個薩金特衛兵很痛 OK 補了一個修道院 MBL 沒有打算開TC 石頭現在完全沒有辦法 正常使用 在剛剛稍微買了一下石頭 現在石頭越來越貴了 來到182塊 好 那這根城樓要稍微拆一下 差點拆掉 現在後面的毛病 還在騷擾 但問題不大 3TC已經補下了 HERA這邊問題是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二級農也沒有點 二級農可點可不點 但二級伐木 一定是要點的東西 但是為了前面出這麼多 薩金特衛兵 自己的經濟喔 已經有一點炸裂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MBL的資源喔 已經領先了HERA 好 這個是細... 細節上的差異 這個就是一個細節累積的遊戲 細節做得越好 優勢自然就越大 好 好 這裏 騎士再去騷擾喔 騎士沒有點馬鎧 好脆阿 跟脆敵術一樣脆阿 唉唷 這裏招翔到了一隻 薩金特衛兵 極限招翔 唉唷 轉出日本武士了 日本武士確實有料 正面對砍 絕對是把薩金特衛兵砍到頭破血了 好這邊又在蓋 趕快拉日本武士過來阻止一下 你還想蓋是不是 日本武士在後方 看一下這傷害值 哇頂天傷害阿 四刀一隻是不是 喔四刀一隻薩金特衛兵 日本武士傷害相當炸裂 MBL喔 現在有主動權 我有日本武士 你有薩金特衛兵 我們來切磋切磋一番如何 而且薩金特衛兵移動速度很慢 只有0.99 日本武士的移動速度是來到了1.00 快了0.01 就這個0.01的差距 讓上基特衛兵一直被A到 這個就是細節上的單位差異 兩隻肉麻過來 但已經死了 但還是斷著翔 感覺不斷著翔 剛剛是有機會的 但沒辦法還是被砍死 好 HERA現在是來到了55村對47村 現在用森林去防守日本武士 效果還算不錯 已經很少看到 陳寶師在出席日本武士的登場 這個真的是要看情況 才能出日本武士 欸呀 這邊被招掉了 這個沒辦法 操作失誤 好日本武士拉回家 現在3TC繼續農 MBLTC 開慢了 現在肉雖然有 但是沒有TC 這裡可以大概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很適合 或是這裡補一個附金也行 但我覺得這裡還是要 把這個資源穩定下來 3TC趕快開下去 好 那現在兩邊都在開農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接續的發展 HERA這時候終於補下了2級伐木 日本武士這邊出到了10隻 這裡沒意外 應該繼續對農就好 那現在可以看到HERA已經點下了4TC 那現在HERA的目標 就是開下第5個城鎮中心 然後補下一根城堡 待會可以接續 銀貫的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做一個套路打法 當然是遇到日本武士的話 壓力還是很大 但至少可以補足他開農旗的 兵力不足的問題 這算是對於吸吸引人 一個比較友善的科技 那這裡城堡是在 沒有打算要先去補城堡 應該是要先點帝王 再補城堡 再轉十字軍中針 這是可以考慮的 後面補下了一個大學 日本武士抓到了一波 溜進來的機會 這裡想要砍破 可以 衝了進來 後面神旅招翔 神旅 招到兩隻日本武士 但是這一波 村民被迫收村 本來要升時代 但現在升不了了 日本武士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定用時代 手推車 非常用技術 好可以再圍一下 好 薩金特衛兵來了 砍了吧 你要跟我打嗎 薩金特衛兵 日本武士表示 你再想一下 薩金特衛兵表示 不管 我要守住我的村民 所以就對了 MBL 這邊勝時代慢了一些 好 那Hera並沒有補城堡 也沒有補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城堡會往前補嗎 還是要直接打一個城樓戰 往前推進城樓戰 有可能 好 決定把城堡補在左邊的位置高地 正面這裡的高地位置 沒有打算先補 好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看來是想到了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要不要補一下步兵鎧甲呢 還是要補一下攻擊力 對到日本武士的時候 先補攻擊力 我是覺得大於這個防護力的 畢竟日本武士的額外增傷太痛了 點防護力有點跟沒點一樣 不如點個傷害 先把對方尻爆頭 也是不錯的選項 好 日本人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兩邊時代差距一分鐘 差距不到 好這邊補了4個TC 總共補到了4TC 開弄 城堡補到了3根 薩金特衛兵來了 第一次實際動陣也點下 五個城鎮中心已經準備好了 Standby 但是步兵鎧甲還沒有如期提升 這一波薩金特衛兵的壓制 能夠如期展現效果嗎 這是一大疑問 好 好這裡按下了一台巨型投射機 近射孔 好這裡看到了城堡 跳後拉 往前補了一根城樓 日本武士開始砍爛 哇 日本武士壓制力非常強大 想要守持這個城樓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這一個 薩金特衛兵最好還是被砍死 這根城樓血量掉的速度很快 怎麼辦 金色孔有點 箭矢數量很多 但是 可能很難擋得住 日本武士數量有點多 這邊再亂砍了 這些村可能會被砍死 薩金特衛兵沒有過來防守 反而是往前走了 但是往回家防守這一波 日本武士 任務武士沒有空好 先助手模式 好 這邊西西里人 是先點下了三級射 才開始補這個 步兵鎧甲 NBL則是補下了戰毛兵 精銳日本武士 這一場比賽有得看了 日本武士對上薩金特衛兵 頂級對決 但為什麼NBL這邊要轉戰毛兵呢 這個有點誘惑 世西里人沒有火槍 也只有強武 這裡完全沒有看到奴兵的升級 也沒有射箭場 先轉戰毛兵 不知道是在防什麼 不確定 不確定 因為戰毛兵打殺金特衛兵 完全沒傷害 好 停下了精銳 殺金特衛兵 好 殺金特衛兵 數量一多 開始坦了上去 好 這裡又一波日本武士 這裡尷尬了 這裡沒有補城堡 真的很難受 附近不能挖 這要手撕了嗎 日本武士手撕TC 攻擊力非常可怕 每一刀都是好幾百點的傷害 來 你敢修我就敢砍你村民 直接手撕了 漂亮 這邊兩隻日本武士也砍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日本武士的攻擊速度實在太快 快刀斬亂馬 這就是日本武士該有的觀念 A就完事 不要去想 先出刀就對了 日本武士精神 砍爛 來 你蓋劍塔 我再砍 只要我有砍 就是最好的選項 不用更多的決策 A就完事 結果前面的日本武士怎麼送光了 NBL這一波 日本武士衝鋒 並沒有做到很好的效果 前面的殺金特衛兵 陳鋒守住 完蛋了 HERA這一波守得很好 近射口 讓這些陳柔的防守效果 來到了最高點 反正是NBL 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抵抗 炸金特衛兵這一波的防守 同強鐵壁 日本武士數量明顯不夠 雖然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遠方有5點 但是陳柔傷害已經來到了8點傷害 而且箭矩數量來到了3發 非常多的數量 好 那現在HERA也開始慢慢補了步兵攻擊力 鎧甲點完 近戰防御7點 遠防8點 非常的坦 來看一下日本武士這一波 好 現在肉不太夠 投資車要小心 能不能砸到 砸了單位 往前給壓力 HERA點下了步兵鎧甲 步兵傷害 講錯 三攻點了 MBL走的是什麼 中頭 用中頭來砸 確實一個不錯的想法 來了 這波大戰 但是 HERA想要等三攻 再補一根陳柔 繼續推進 繼續補 陳柔越補越多 這個壓力很大 是我的話我就想A了 我後面有投資車 死也要想辦法 阻止你蓋陳柔 但是MBL沒有衝動 陳柔現在 輸出投資車 投資車後面有一隻窗門在修理 所以血量掉的沒有那麼快 好中頭終於升級好 但是中頭輸出一直有點猶豫 到底要打單位 還是要打陳柔 還是要打巨頭 打巨頭先吧 好先砸了單位 砸到了 砸到了這一波 日本武士上去砍爆了 上防的沙奇特衛兵 沙奇特衛兵 直接虧不成軍 日本武士快刀斬亂馬 直接砍爛了大量的沙奇特衛兵 HERA這一波 糗了 全部單位 都被切菜成功 日本武士 直接砍爆了 HERA的 正面的所有單位 這就是日本武士的 對 寶兵單位的 額外增傷的效果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哇這一波還在砍 又砍爛了一堆 薩金特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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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扛不住 扛不住 這邊增加一下 劍俠槽 增加一下這個 神樓的傷害值 全部砍爛 日本武士 繼續往前 好 肉馬 點了上去 HERA現在 是轉肉馬 轉肉馬要打 4隊的嗎 我怎麼覺得只有轉強奴才有機會 但HERA這邊的想法是 只要覺得城樓數量夠多 你的日本武士就沒有辦法對我造成本土上的傷害 但是日本人卻有扭力 不是扭力 這個彈射器科技 扭力彈射器是一手逼啊 那日本人有這個科技 可以讓工程器 巨型特術機的攻擊速度增快 差一些速度變得更快 這個防守效果可能會沒那麼好 但是HERA也不管 我就是要用肉馬去砍你的村民 砍不了日本武士沒關係 但村民是一定要砍的 這不一定有這個想法在 好 現在日本人轉出了拇指環 轉弓兵了嗎 轉CA 有可能嗎 好 這一坨日本武士寡不敵宙 十字日本武士 使命抵抗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圍剿搞定了 後方這一坨日本武士還在裡面繞 但是走到哪都有箭矢 哇 倒下 再來一個 再倒一隻 原本武士撈到後方 對HERA的壓力其實沒到那麼大 HERA的村民術還是領先當中 雖然NBL已經 砍了37隻的村民 但是NBL還是支援量沒有領先 支援量還是落後了一些 好巨星頭11開拆了 先點後面的 正面 這根巨頭 要不要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好上方的落馬衝了過來 後面後面 先騎兵衝過來 怎麼辦 HERA這一波落馬決策 很正確 落馬砍村民 給NBL壓力 好這裡不繼續圍嗎 這裡感覺可以再圍一下 好完了 這一波落馬可能要抓掉很多隻村民 這波多線 下面已經開始空住了附近 薩金特衛兵已經長驅直入 NBL後方經濟 哇結果一瞬之間 NBL的村民術下降到只剩下99隻 NBL要被反殺了嗎 這一波HERA的薩金特衛兵 層樓 身差 好像有FU了 越差越深入 這裡要回救嗎 回救的話不一定打得贏 大金特衛兵往前 擋住這一波 巨型投資機 三台 可以拿下 後方的投資車 來得及拿下嗎 差了一刀 巨型投資機也差個幾刀 但是後方經濟開始有點炸裂 NBL的村民術只剩下87吋 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變89吋 好 點下來化學 但是日本這裡也沒有火槍喔 織田的三段槍法 三段戰法 沒有辦法用了嗎 還是下次日本給個火槍 欸 日本有火槍 不好意思 我講錯了 還是要走日本的三段槍法嗎 我剛剛想到 欸不對 日本好像有 突然想起來 還是正常的 好 那現在薩金特衛兵 繼續蓋 現在日本人有點猶豫 要不要繼續往前 那現在NBL支援量 哎呀 這些輕騎兵 殺掉了很多 頭車 漂亮了 NBL打算不回救 直接使用日本武士往前砍 砍 砍就完事的事情 OK 但是 也是要 付出很多的日本武士 才可以打下這場血戰 正面又有大量的日本武士 砍了過來 直接把巨型頭獅全部砍掉 然後 薩金特衛兵加上肉馬 直接連殼 砍掉了這波的攻勢 NBL 前面的日本武士 全部倒光 後面這個前後夾攻 讓Hera有點難受 但至少Hera 正面的壓力 也全部被化解掉了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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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 還是解不掉 怎麼辦 巨型頭獅機 再纏一下 這裡黃金一定要拿回 這裡好一千塊 一千塊可以花呢 完蛋了 現在這塊黃金 被Hera給挖走 黃金量已經遙遙領先 Hera這邊使用CC的控圖方式 讓NBL的黃金獲取量沒有這麼高 好 肉馬開始溜進來了 巨型頭獅機架起來 上面的肉馬 深入到了後方 下面的橙樓 箭矢數量真的高 傷來到了5加7 12點傷害 趕快拆掉這絲根城樓 但是Hera的薩金特衛兵公式 可能也要告一段落了 因為石頭也要見底了 但是肉馬又過來 這一波 竹城戰法 日本人的竹城戰法 打得漂亮 竹城搞定 這一波肉馬 只能溜裡面那一台巨型頭獅機 但是來不及 打到嗎 拿下了 正面的日本武士往前衝鋒 後面肉馬 繼續抓村民 完蛋了 正面的日本武士 能夠拿下巨型頭 西馬還有一台搞定 但是拿下巨頭之後 自己的部隊量 也已經降低到 不滿30隻的日本武士 正面單位也少於10隻 現在日本武士 開始節節敗退了 NBL 這邊一直在送 日本武士往前衝 不太對 這裡應該讓巨頭 慢慢拆就好了 但是正面部隊沒有往前 這裡 薩金特衛兵也深入進來 Hera這邊要再買一個 100石頭嗎 再補一個 沒錯 在這個位置 能插入到裡面 非常舒服 NBL受不了 好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 恭喜Hera 兩下比賽勝利 今天怎麼一直講反 Hera這一波打得真的是太精彩了 西西里身差戰術 感覺真的是 西西里人的唯一希望 走這個 鎖之甲騎士路線 感覺並不是那麼的優勢 即使自己是一個 騎兵文明 走這個騎兵後期的消耗量 黃金太大 走薩金特衛兵的話 黃金消耗量就沒有這麼兇 而且如果能三叉到裡面 確實也可以給對方到一個很好的打擊 那再搭配洛馬的傷害輸出 後面這個補傷害 畢竟洛馬也有這個三攻攻擊力有11點 所以這個打法我覺得可以給喜歡玩 西西里人的玩家們一些想法 大金特衛兵加上洛馬 後期的城樓戰 推進打得十分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MB樓這邊的經濟一個大斷存 直接降到了谷底 但是後面沒有谷底反彈 反而是持續下跌 直接倒地 Hera是拿到了所有的資源勝利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